运动员将北京冬奥圣货小心翼翼放进展示台 接下来到明年2月冬奥开幕前 圣货都会放在北京大学展出 主办单位还邀请外媒到首都机场 抢先看为冬奥准备的五流新科技 人员不必出自己的区域就可以拿到这个物资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对小车定时或者实时的进行消毒 进行防疫的管控 这样能保证我们的人员安全 另外为了避免疫情阻碍冬奥举办 大陆有些省份还鼓励民众主动筛检 如果提早发现确诊就能拿红包 奖金最高相当于8万7千台币 不过国际间抵制冬奥声浪持续高涨 法国总统马克宏周四表示 不会跟进英美澳的外交抵制 与大陆友好的俄罗斯 也批评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毫无意义 此外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投书媒体警告所有运动员 因为冬奥期间允许外国人使用数位人民币 也就是电子支付 有可能借此拿来监控各国运动员 英国BBC则报道 各国抵制冬奥 北京面子挂不住 有可能会对抵制的国家跟企业实施报复性制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